各位朋友大家好 從12月8日開始 在廣州入很多公共場所 都已經不再需要數碼和出市錄碼 感覺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發展 今天我過來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 廣東金融高新技術服務區 簡稱金融高新區 去在佛山唯一一間廣州酒家喝酒茶 廣東金融高新區 是國內規模最大、功能最為完整的 金融後台產業園區 廣東金融高新區這裡有獨特的區位優勢 強大的產業支撐 控厚的民間資本和優良的營商環境 金融高新區位於廣佛都市圈的黃金節點 與廣州市的距離非常近 中國的第一條城製地鐵廣佛地鐵 在廣東金融高新區這裡設有三個地鐵站 在這裡高鐵出行非常方便 而在這裡附近的灯湖片區 就已經成為佛山最高端的住宅區 有不少廣州人都過來這裡投資買樓 這裡附近的樓價去到四萬至五萬元一方之間 現在我們見到的這些花就叫做二木棉 在廣州現在冬天的這個季節 周圍都可以見到粉紅色二木棉的美麗身影 今天我喝茶的地方就是位於金融高新區裡的京華廣場 在佛山地區唯一一間廣州酒家 就開在京華廣場的二樓 現在進來已經不用掃健康碼和出市錄碼了 一上到京華廣場的二樓 就可以見到廣州酒家的大招牌 在十一月廣州經歷疫情時 位於佛山的這間廣州酒家 就一點都沒有受到任何影響 位於佛山的這間廣州酒家 面積就不特別大 坐大廳茶位百元一位 在這裡喝茶不用另外加收其他服務費 我們今天喝的是鐵觀音 這裡的服務員斟茶加水非常勤力 要給個讚給他們 房間裡的裝飾吊燈非常特別 用了完善的燈飾來做裝飾 雖然廣州酒家的大廳不大 不過房間的數量也不少 食在廣州第一家 廣州酒家始創於1935年 它的總店位於文昌路 之前我都拍過兩個視頻是關於廣州酒家的 其中一個就是在廣州酒家總店飲茶 而另一個就是在廣州酒家的天極品飲茶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搜索我之前的這兩個視頻來回看一下 廣州酒家雖然名字是一樣 但每間店的出品品質都不一樣 這裡有詳細介紹點心四大天王 看看他們點心的價格先 在早上11時前飲茶 小點11元,最貴的優點40元 而在11時後價格就要加1元 掛在大廳裡的這幅木棉花非常聰明 木棉是廣州的屎花 首先上來的就是冬瓜二米魚蓉竹 搭配了一碟薄翠和頭菜絲 有很多茶樓都是用炸過的春卷皮來做薄翠 但這裡的薄翠是他們自己用南乳拆的 比其他薄翠好多 粥的份量不太多 一人一碗 冬瓜魚蓉還有二米 味道調得不錯 這個就是中西美點大拼盤 其實有不少做點心的師傅出來飲茶 是絕對不會點拼盤的 但我就是想試多點品種 所以就點了這個拼盤 這個拼盤一共有十粒共六款點心 下面一層是酥淚 而上面一層是蒸的點心 首先就試下他們的蝦餃 層皮也挺爽口 蝦肉爽得來又夠大 肉眼見到鮮筍放的比例也不少 蝦餃的味道不錯 黑松露素粉果 皮薄透亮 入口脆嫩可口 鮑魚燒賣的味道不過不失 餡入口感不到有蝦的味道 個人就喜歡燒賣餡裡搭鮮蝦 這個就是榴槤酥 只看外表 下層部分的酥看上去有點軟 入口下層的酥不夠鬆 中間榴槤餡的味道也不算特別香 再試下這塊叉燒酥 叉燒酥層酥皮 看上去明顯就好過剛才的榴槤酥 叉燒酥層酥夠鬆化 不會軟身 味道不錯 他們這裏的原創脆皮梅子叉燒包 給我的感覺就是為了創新而創新 在叉燒餡裡加入了梅子的味道 入口酸味蠻開胃 不過包身中間就空得太多 陳皮果香牛肉球 在牛肉球裡加入陳皮和芫荽是絕配 吃的時候一定要點醬汁 入口爽口有汁味道可以 今天我們喝茶的時候就過了打字的時間段 兩個人一共消費174元 店家還送了一張15元的消費券 下次過來消費的時候 滿100元就可以抵扣一張 今天的視頻在佛山唯一一間廣州酒家 喝早茶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裏 我住在廣州 我喜歡分享我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記得關注我 多謝你們的支持